炸萝卜丸子时,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 今天分享炸萝卜丸子的正确做法 外酥里嫩,不油不腻 就算放凉了也不一会软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个青萝卜 再去掉头额尾 再耸擦磁器擦上萝卜丝 胡萝卜再来一根 同样擦上细丝 全部擦好之后,加入一勺食盐来搅拌一下 让每一根萝卜丝都均匀的粘锅上一层盐分 这样能快速的杀出萝卜中的水分 去除萝卜中的辛辣味 先放一旁腌制10分钟 10分钟过后,杀出来了这么多水分 再把萝卜丝放入一个鸡腿袋里面 用力的攥出萝卜丝中的水分 再放入案板上 再改刀剁一下 这样做出来不会炸红红了 更好看 剁之后放入一个大碗里面 加入半个花椒粉 一颗鸡蛋 再倒入一点小酥肉粉 炸小酥肉炸入丸子都好吃 特别酥脆 再来一点食用油 搅拌一下 然后使用火火的方式 挤出丸子 锅中加入食用油 油温五成热放入丸子 放入进去先不要冻 漂浮起来 使用肉烧滑动一下 数热均匀 以时炸的微微发黄的程度 先捞出来 油温升高七成热 再放入丸子进行复炸 复炸过后 吃以来更酥脆 而且不会软 大概炸30秒钟左右 就可以捞出来了 这样做的炸萝卜丸子 快速力软 营养要好吃 秋天正是吃萝卜的季节 如果您喜欢吃萝卜丸的 可以试试这样做 喜欢吃的课题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